好,大家好,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101学测的第二题,那我们先听一下巴特老师的英文发音。 好,那这一题话我们看到说,啊,他的逻辑线索是这个in order to,那in order to代表什么?就是说为了什么,目的,就是说你的目的是什么,那所以后面这一边的话,他这一句话写说 Jung Exercises,就是说他运动,那他运动的目的是怎样,目的是为了要stay healthy and fit,所以你现在如果要加一个副词的话,那你看这个副词,如果C,C是heartly,是几乎不,那就把这整句话意思反过来,那就是什么,如果Jung几乎不运动的话,那他怎样,他有可能保持健康和身材很健美吗,这当然是不可能, 所以我光是看前面这一句话的话,我就怎样,我就把C给删掉了,好,那如果说他没有加后面这一句话的话,那可能ABD,你还真的不知道要选哪一个,那他加了后面这一句话,其实就是给你更多意义的线索,那他说, He works out twice a week in a gym,那这代表什么,他这句话讲的意思代表说,他每个礼拜都去什么,去体育馆健身两次,他这个讲的是一个,现在是代表说,这是一直在发生的,那我如果说,我可以保持每个礼拜去健身房两次,那这是不是代表说,我运动的很规律, 所以他是不是就完全对应到,就是说,A这个答案,Regularly,Regularly其实就是,有这种感觉,就是说,我不是说,我今天想要work out,我就疯狂work out一个五六个小时,那明天,后天,然后接下来一个月都没有,那Regularly的意思就是说,我有个计划,那可能,我每礼拜去work out三次, OK,那所以你是不是就可以看到说,啊,这一题快速复习一下的话,就是,前面这句话,可以让你快速把C给删掉,那后面这一句话的话,直接就让你把A挑出来,因为B和D,没有这种,啊,work out twice a week这个概念,好,那今天分享就到这里为止,谢谢大家